往头上扣个大钟 不失鞋就能在10米深的水底打捞物品 这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步先把人放进去 锁定好打捞点后 再往水里一照 人就被送到了水底 看着是不是和扣在水里的杯子很像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你把塞油纸团的空玻璃杯 按进水里 静一会儿再拿出来 会发现里面的纸也是干的 或者准备这样一根蜡烛 然后把它放在水面上 同样用玻璃杯罩着它往下按 可以看到蜡烛依旧在燃烧 这就是最早的潜水中原理 当玻璃杯下压时 杯中的气压会阻止水渗入进去 同时水也会被玻璃杯中的空气隔离 导致空气无法排出 于是为了靠这丢空气在水里待九点 人类便有了潜水中的设想 公元前四世纪 亚里士多德在其作品中提到 如果把一个巨大的锅倒置沉入水底 就能保留空气 然后潜水员再借助围管呼吸锅里的空气 便可以延长在水里的时间 这种方式不免让我想到了潜水蜘蛛 一生都在水下度过 但和陆地上的所有表情一样 它需要呼吸空气 而除了短暂地浮出水面补充氧气外 大多数时候潜水蜘蛛靠的是这些氧气罐 为了能在水下正常生活 潜水蜘蛛会先用蛛丝在植物上面织一个氧气罐 再用腹部和腿部浓密的毛发捕获空气泡 不断往罐内补充空气 但与其不同的是 潜水中就像玻璃杯 当空气被消耗带尽时蜡烛总归会灭 那该怎么持续为它供养呢 1691年 数学家埃德蒙·哈雷设计出了一种潜水钟 它的枪式是木制的 并配有一个加重筒用来提供新鲜空气 从而延长了潜水源在水下活动的时间 再到后面空气泵的发明 法国科学家菲雷·米内特设计出了一台 可以让人循环呼吸的潜水钟 它连有两根管子 一根用来吸气 而另一根用来呼气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独立封闭的氧气装置 现在潜水中多利用压缩机供应空气 泵入进中内的空气 会将周围的水排开 这时工作人员在通过竖井管道下降到水底 就能打捞物品 不过为了减小水下高压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工作人员在打捞之前 会先在气发室内适应下 并且船上的舱室可以使潜水员保持与海底相同的压力 确保潜水员在下潜时压力不会减少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